所以它酷的上去跟聞起來是一個味道 我覺得好像酷的它還行耶 這不會是要整碗喝掉吧 它怎麼好像變好喝了呢 就是形容出來的話感覺好像有點像隔夜豆漿的感覺 灰黑色的拖把 就是那種已經用了很多次拖了很多變的那種拖把的味道 但我覺得喝上去好像還行 比我想像中的還好 那肯定是我做的飯會比這個好吃啦 畢竟要做出這個味道也要一定的 一定的功底才能做出這個味道的 不行 它開始有點上頭了 來試一試啊 還可以耶 所以一般上都會這樣配著吃嗎 單吃是什麼味道 感覺像家裡寶家一直在打掃 然後我在邊上吃早餐的感覺 下一位 這挺好吃的耶 我覺得這個味道應該是我滿會喜歡的味道 一般不太吃蒜 但這樣搭配起來還滿神奇的 就覺得像個甜品小吃 它很好吃的就有點鹹鹹甜甜的 炸豆漬 這也不錯 這應該是豆漬餅啦 也是鹹鹹鹹鹹的 不錯不錯 因為我本身就是喜歡吃麻醬 麻醬花生碎芝麻這樣搭配 就很好吃 我從來沒在國內吃過大小店 打掃 一些年以後我還在搬 我現在已經有吃豬了 像是小年會吃的蘋果 她直接上去給我吃那個什麼 藕粉 就我當時第一次吃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很神奇 裡面那麼神奇 比較會保養自己的 會吃的甜品 很神奇 但是還蠻好吃的 因為裡面有菠西 就是甜甜的 她們會比較喜歡這個 雜菇汁 就是感覺可以當一個小零食 然後一直在吃那邊 今天的法學體驗跟北京小吃的 淺腸 結束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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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turn my door 我就這樣 左邊 右邊 轉圈 給他 左邊 右邊 轉圈 要上去了 再來 一大堆